防港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鑫 星期五犯话 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 不能对抗中共 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批评 北京的担忧应该先自我检讨 强调港人要求的是真普选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 出席礼宾服务宴时 为行政长官选取办法定下明确框架 强调行政长官一定要爱国爱港 不可以和中央对抗 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予以驳斥 他并反驳李飞称普选要循序渐进的言论 任何筛选的机制都会将这个选举变得不民主 没有认受性 一个这样的政府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管治香港 郑宇硕强调泛民主派绝不会跟北京妥协 做出违背民意的事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每年就下面有一个新唯一 还有一个新唯一 台湾服务宴时